12月18日 阿娇张静轩等歌手 一同出席在香港举办的 新城劲爆颁奖礼拉票活动 现场他们均使劲浑身解数 为自己拉票 近日的拉票活动 本来是Tunes两人都出席的 不过现场未见到阿萨身影 采访中被问及阿萨的行踪时 阿娇透露 阿萨未出席是因为胃疼需要看医生 所以今天的拉票活动 由自己单独上阵 因为阿萨今天胃痛 现在要去看医生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有 要就是跳舞和唱歌 所以他一定要去看医生 另外谈及日前 何韵诗对于出席颁奖礼与否的言论时 张静轩力挺好友 并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而出席与否也是很个人的决定 不过自己相信 何韵诗在访问中所说的每字每句 我觉得出不出席颁奖礼 其实是很多人 每个人的决定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何韵诗在访问当中 所说到的每一次每句 都是非常真实的 虽然可能作为一部分的传媒 或者是作为我们 有时候身边的朋友 有些听起来 会觉得耳朵刺刺的 但是我觉得阿斯讲的是真话 很明显啊 还是斯玥 Kunst啦 好 好 好的